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一个排行榜 他还列举了几个例子 你看风神榜 隋唐呢 有四孟四绝十三节 水沪传一百零八将排座次 红楼梦有秦陵十二拆 他说的是种现象 你看咱们今儿的话题呢 说这个人呢 是列在隋唐演绎的排行榜 属于四孟之一 而且还是排在头一辈的 一说这个呢 常听评书的就都知道了 说的是隋唐的名将 罗世信 罗世信在隋唐演绎里边 是个很突出的人物 出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这人长相啊 跟个黑铁塔似的 高大魁梧 一个人呢 能把打架的两头牛 给分开 还有一双飞猫腿 跑得跟马一样快 有的版本说他能打飞时 会暗气 但是呢 有缺点 就是缺心眼 智商不高 所以说由于这种 憨憨傻傻的状态 让人觉得很可爱 有人说了 历史上真有这样一个人吗 嗨 这个玩意 您别往心里去 啊 比如说罗世信 就在隋唐的书里边 其实出场的状态也不一样 每一位说书的先生 他所说的隋唐 都是他自己的隋唐 有的说书的先生 说这个罗世信 跟罗成就说成是一个人 说的是小白脸 有的先生说罗世信 就是个傻子 这个根据不同的先生的 不同需要 他来不同的设计 所以说这 您不用太往心里去 非要把历史跟评书 往一块拧 我只能问问你 你还上班不上班了 你还干点别的不干呢 是不是 抛开这些个咱不提 咱们只说历史上 确实有一位叫 罗世信的勇将 不过这位呢 不啥 有勇有谋 忠义无双 有的时候还有点 阴损毒辣 你看他这个特点吧 就很像罗成 隋唐演绎的英雄 罗成 罗成漂亮啊 小水灵啊 现在说这叫鲜肉啊 能力大 排在十三节的第七位 可是就是心眼歹度 对谁都能下毒手 那么有人说 说这是不是说 罗世信啊 罗成啊 一些个历史原型 来来回回的拆 拆出不一样的文学形象 咱们这可以慢慢聊一聊 罗世信是隋末 齐州 历城人 历城啊 那你听隋唐的 没有不知道的 跟秦琼是老乡 山东济南府 历城县的人 这个人少年出道 十四岁那年就上战场了 少年得志 他这个年龄啊 你看不论是旧堂书 新堂书 还是资质重建 都说他第一次上战场 是十四岁 那一年是公元 六一三年 他死的时候呢 三本书说的也一样 是公元 六二二年 所以他这享年呢 应该是二三岁 旧堂书说他死的时候 二十岁 新堂书说他死的时候 二十八 咱还不知道 古人这个账是怎么算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罗世信在历史上 刘雪莱的人设 是一个少年的英雄 公元六一三年 山东一带有农民 因为受不了隋朝的科政 起兵造反 在统治阶级的眼里边 这就属于是反贼啊 不能坐视不管 当时山东的军事长官 叫张虚拓 要派兵镇压 罗世信那个时候 就在他的手下 年轻人嘛 总是一腔热血 跟这个张虚拓说 说我得上战场啊 平叛乱 张虚拓不上去 你这个人太小 人都没有发育好呢 上战场送死吗 旧堂书的原文是啊 辱 行荣 未胜 一甲 何可入阵 说你这样啊 你连衣甲都穿不起来 哪能去打仗呢 所以说他这是个孩子 那你别看他人小 脾气不小 一听张虚拓说这个话 二话不说 直接就穿上了两层的甲胄 戴上两个剑弧啊 剑弧就是装凋零剑的弧啊 骑上马 找起义军搭仗去了 穿了两层的甲胄 这说明了两点啊 就是第一他很聪明 要把自己弄得安全一点 两层甲 第二来说呢 就这孩子可能确实单薄 一套铠甲挑不起来 看这孩子不好动 哎呦 一上战场了不得了 他没等这个队伍列好 他抄家伙就窜出去了 咱们推测吧 他身上最少三样兵器 一个是前面说的弓箭 一个是枪 还有一个应该是刀啊 或者是箭什么的 一进敌阵就捅了好几位 又把一个敌人的脑袋砍下来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第一次上战场 拿人命就当不要钱 一气把敌人就吓傻了 张徐陀在后一看来精神了 下令人马往前冲 当时是大获全胜 张徐陀很开心呢 这才知道 哎呀 我手下还有这么一个小宝贝疙瘩 那么为什么说 他用了三样兵器呢 你看 捅人用枪 砍人头呢 就是刀或者是箭 这是跟这个三国演义里面 赵云似的 一手枪 一手箭 再加上弓箭 三样兵器 说明罗日信战斗的技术全面 他这个作战的特点呢 出手果断 杀法骁勇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 心狠手辣 你看这个 太雪星栏目说 咱们就说一个 他指挥这个打仗时候的表现 公元616年 罗日信的老领导张旭托先生 死掉了 到了619年 他就投靠了大唐 第二年 他就参加了消灭王世冲的战斗 提到王世冲呢 反正徐唐演义里边 说这是一个地道的小人 专门靠算计人活着 历史上 这个人 反正虽说不注意那么刺吧 但是也好不到哪去 他的事 咱们待会儿也说 公元620年 罗日信率兵 攻打王世冲的要塞 千金宝 本来按照罗日信的意思 应该是让千金宝的守军 投降 没想到 这帮人骨头挺硬 不但不投降 还在城头上 大骂罗日信 骂了挺难听 罗日信呢 就想一主意 让人连夜呢 带着几十个婴儿 在千金宝的外边哭 一边哭了 一边冲了 里边就喊 开门吧 行行好吧 我们是洛阳来的 投靠罗日信 里边呢 当然不会开门了 但是呢 得听外边说什么 一会儿听外边说 咱们可能找错了 这儿是千金宝 咱跑吧 说完呢 这帮人就跑了 外边的这一跑 里边的就开始胡琢磨了 说你刚才听见了吗 嗯 这帮人都没带着孩子 肯定是老百姓 都是找罗日信 这个找罗日信 这是没找着 可罗日信 他那个大营 就在咱们附近了 难道说罗日信 撤兵了吗 有可能 要这样话 那这帮人 咱们得追回来 那追吧 打开门 千金宝的守军 就冲出来了 追那帮老百姓 自治通鉴的记载是 宝中以为 世信已去 来者 洛阳亡人 出兵追之 反正追出去了 追出就上当了 路上让罗日信 事先埋伏好的部队 给消灭了 然后一鼓作气 也攻破了千金宝 攻破之后怎么办呢 两个字 图之 图成 谁让你骂我呢 是不是 罗日信就把一个宝的人 都给杀了 21岁啊 下手狠啊 而且是逐一夺损 抱着孩子哭 咱也不知道孩子哪弄来 当然了 金无族赤 人无完人呢 战乱的年代 在这个战场上打仗了 将军 你让他天天讲人道啊 讲道德规范 这也不可能 还干活不干活的 有道是辞不长兵 带兵打仗呢 就得狠一点 当然了 带兵太狠 手抵人也就不跟着你了 这一点在罗日信的身上 还体现的挺充分 每回罗日信打完仗 缴获的战利品 他都给手底下呢 有功劳的人分一分 要是战利品不够的话呢 他拿自己的东西给人家 所以要打起仗来 手底下士兵跟他一样 都玩命 但是他执法狠言 就算跟自己有亲戚 有交情 出了事 也是一发到底 弄得手底下的人呢 很怕他 不过从这点看得出来 他也算是挺耿直的 还有一件事 也能体现这一点 在归降大唐之前 罗日信有一段时间 是在王世冲的手下 那后来 那么又投靠大唐 打王世冲呢 关于这个问题 小说随唐演绎呢 挺精彩 说是秦琼 陈敖金 罗成 就是把罗日信的 另一个文学形象 罗成 一起呢 投靠王世冲 王世冲呢 给盖了这么一座三贤府啊 后来秦琼 陈敖金 投靠了大唐 罗成因为生病 没有跟着一块去 后来两军交手 罗成镇前倒戈 投靠了唐朝 京剧里边有一段 索武龙 斩善雄信 说的也是这件事情 艺术就是艺术 它不是历史 不过历史上的罗世冲 舍弃王世冲 投靠大唐呢 比小说更精彩 一开始 王世冲对罗世冲 非常好 比小说写的还好 俩人好了都不行了 同吃同睡 再后来呢 一段时间的发展呢 王世冲 手底下人变多了 变多之后呢 他就对罗世冲 不那么好了 当然了 光因为这个罗世冲 也不能做的绝 后来有件事 成了导火索 罗世冲有一匹好马 让王世冲的侄子看上了 老话说嘛 君子不多人之美嘛 没想到 王世冲这个侄子呢 不是君子 脸皮厚 伸手就找人家药 就这个就 不会做人了 我就想起有一年 我们有个做演出的演出方 是在山东青岛演出的时候 于谦老师在后台 揉着核桃 您看这个黎元孩啊 或者是曲艺界的人呢 我们都爱玩这个 玩核桃 不是说 外边兴起来了 盘手串的 玩这玩那个 我们这是有传统的 一直就玩的 于老师手里 拿了俩核桃跟着盘 这俩核桃还不错 样也挺好 个头也够大 都不错 而且是刚买来的 还挺爱 那会儿还便宜 这好多年了 于老师坐在后台 盘着核桃 我们那个青岛 有一眼厨房 就一直坐边看 聊天说闲话呢 也是心不在焉 老盯着于老手里 这顿核桃 看得出来很爱 到最后凑得跟前了 于老师 您这核桃可真不错 您多少钱买的 于老师说 这个买核桃的 也是朋友 也没多少钱 才580块钱 买了这顿核桃 哦 太好了 这种一桌鸭花子 我这个很爱 您这顿核桃 我不能让您吃亏 我给您600 您把它卖给我吧 这一后台 人都快气死了 怎么呢 君子不多 他人之爱 这是奇异 第二来说 人家580买着 您给人600 让于老师挣20块钱 通过一个事 你就能看人性 这个王世冲 这侄子 也是如此 又就要这个 这匹马 罗尔信 肯定不给呀 大将最爱马了 结果这个侄子呢 找到叔叔去了 你要换了别人 比如运我 我就得教育自个家孩子 你哪个那文秀美丧呢 是不是 没想到王世冲呢 比他侄子还混蛋 愣把这匹马抢过去了 给侄子 通过这件事情 罗尔信 罗尔信就是 看透 王世冲了 说这人成了大事 这才 头笨大当 看似一件小事 也说明 罗尔信的性格 眼里不揉 傻子 这就是为什么 他打王世冲的时候 下手狠 新唐书 是把他放在 中一篇里边来说呀 也就是说 写历史的人 认为这个人的 综合形象是中意 按照咱们 前边所说的来讲 并且用古人的价值观 去分析 他也对得起 中意两个字 除此之外呢 最能证明 罗尔信这个人 中意的事情呢 就是他的死 很悲壮 公元622年 唐军 征讨 刘黑塔 评书里边 管的叫刘黑塔 那个好说 唐军这边的 最高军事长官 就是后来的 贞官天子 李世民 罗尔信呢 也在 作战部队之中 刘黑塔 这个人 有能力 有本事 是隋朝末年 少数 能跟唐朝这边 摆摆万子的人 一瞧怎么着 大唐打过来了 他没有一味的 被动防守 而是看准了机会 主动出击 当时他手里头 有一座城市 叫明州 这个明州啊 就是今天 河北省的 曲州县 明州 先是被 唐军攻破了 这打仗嘛 可不就是唐破了 后来 刘黑塔 得了一个信 说这个明州城里啊 有人 要跟刘黑塔 立营外合 好啊 这是个好机会 可以杀回去 由于这次 他只会得当 明州城 变得是 岌岌可畏 李世民 先后派了 三次援兵 都没能 接近城池 就在这个时候 罗尔信 挺身而出 他先是带领着 二百人马 把明州城里的部队啊 给换了出来 然后呢 严防死守 抵抗刘黑塔的 进攻 他带进去的呢 只有二百人 当时还下着大雪 援兵打不进来 他这个就是 礼物良草 外无久兵 最后打败了 兵败被俘 刘黑塔 知道他是猛将 就有意招降 但罗尔信 始终是 不肯低头 于是呢 就被刘黑塔 所杀 消息传来了 说罗尔信将军去世 哎呀 把李世民心疼坏 花重金 把尸身埋回来 然后后葬 说这个埋他这个地儿呢 让人很感动 他以前有个恩人 叫裴仁基 裴仁基 因为这个刺杀王尔冲啊 失败了 被杀 所以打败王尔冲之后 他把恩人的尸首安葬好 并且跟别人说了 说我死以后 也埋在这儿 最后是如他所愿 罗尔信这辈子太短暂 但是也太精彩 首先说呢 屡历战功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 被封为了公爵 熟悉历史的 您都知道 李世民登基以后 把他最倚重的二十位功臣 画成了图像 挂在灵延阁 历史上说 这灵延阁二十四功臣 有人说 他要是活到 大唐统一 李世民继位 也许能名标 灵延阁 其次呢 这个人正直 勇敢 爱憎分明 今天看呢 这是一个正义 可爱的小直男 这个孩子年轻 但是胸怀韬略 懂得活学活用 婴儿哭成 就是跟这个历史上 这个四面楚额 差不多 它是一个变化的方程式 反正这么一个 生动鲜明 特点多样 有血有肉的历史名将 才能让后边文学家 艺术家 创造出了 不一样的个性的 艺术形象 这个很正常 你比如说 京剧舞台上 就说罗承 罗志信是一个人 你看京剧 罗承教官 人家唱词 黑夜里困住了罗志信 在京剧里边 罗承 姓罗明成 自是信 这是一个人 评书里边呢 那又有好几种说法 罗志信什么面 这就我说那个 每一个艺人 他理解不一样 他就是从历史上 借了罗志信一个名字 所以您听书就是听书 看戏就是看戏 翻历史就是翻历史 别把他们叫的一块 跟自个儿 他们叫真 这个我们读历史 学古人 学的是正能量的一面 你想想 不是那个 民不聊不生的年代 哪能让罗承信 这么一个少年 有那么狠的心呢 生在幸福的时代 我们要学的是 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人 继续幸福 我们下期待下期见 就能够讲一下 我们下期见 好像有了一種 现在是说 我留意一个rar 就是这有了一种 世界一样的